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分成16个器具分装 那么因为它是八角形的 每一角度一个角的平面 就放两个牛炉 那么八角就是16个 那么还有供品用芦苇煎饼 就是奶油饼之类的 还有病猪砂糖 就是糖类的 油饼使用酥油跟面粉混合起来做饼 乳米就是牛奶跟米混合起来煮成稀饭 酥盒就是酥盒香 前面十种香里面说过的 你用酥盒香也可以拿来供佛 蜜浆是把嫩浆泡在蜂蜜里面 过来一段时间 这个泡好了 这个姜提出来 这个姜提出来 在供器里面来供佛 叫做蜜浆 就是蜜浸浆来供佛 纯酥就是牛奶去制成的酥 生酥酥酥之类来供佛 纯蜜就是单单用蜂蜜供养 这里有个困难的地方就是牛奶一定用白的牛 现在的牛奶当然可能也会有白的了 它是混合的 不是完全用白牛 如果一定要用白牛的牛奶 那除掉另外特质之外 找到这个白牛来取来之外 那么其他就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这些供瓶啊 每一种都要有两个 供在八角的一面 那么因此啊 这个中间的莲花周围 就与莲花外各个石榴 围绕花外 与奉诸佛及大菩萨 每一样供瓶 每一面都要有两个 八个方面 就是十六个 所以每一个供瓶 都要两个两个 分辟 跟这个莲花香炉啊 把它布置得很整齐的 在这个禅堂里 来供养诸佛菩萨 奉就是供 供奉 供奉诸佛 诸佛就是夏文所说的 这个 报身佛的卢山佬佛 乃至这个西方无量寿佛等 包含四方诸佛 大菩萨 就是像观世音 金刚藏 这些大菩萨 都在这个 结坛之后 从开始的第一天 天天要这样子上功 每一时时 若在中夜 这里这八个字啊 十字下面没有断句 我细细地把它观察啊 每一时时 应当要有断句才对 怎么说呢 若在中夜以下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时时上功啊 时时就是白天吃饭的时间了 白天吃饭的时间供佛 那是中午正时 是中午之前 那么这个供养供品呢 就是前面狩猎的 前面狩猎的这些书品等等啊 都是绝食的 要到嘴里要绝 最脆才能演下去的 这种的食品呢 只有能在中午之前供养 这个时时 一般注节往往是这样说 说是白天的中午 那么在中国的习惯 十二时辰呢 他就说是五时 下面的一个中夜就是死时 那么这个时时 如果说是五时的话 以戒律的饮食时间 是不能完全配合 因为这里说的是 时时不是中午 经文不是说中午 而是说是数时的时间 数时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按照戒律说 出家人受食的时间呢 是在中午之前 这个中呢 是指太阳到了这个中线 太阳到了中线 这个中线要用这个日轨去测 才能测得出来 现在的终点的十二点呢 刚好十二点的时间 不一定是到了这个太阳中线 前后相差会有半个小时 有的时候啊 十一点四十五分就到了中线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到十二点十五分 才到了中线 所以这个中 一般如果以现在的中点来说 啊 以十二点为中 不标准的 如果碰到中线是十一点四十五就到的话 那你这个十二点已经过了十五分钟 已经过了中 中午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不能拿五十来说 说五十啊 那太广泛了 因为它的时间是两个小时 从十一点到十二点的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进入一点 那就是喂食了 如果说是五十这么宽松的话 那么出家人可以等到十二点过了吃饭还没有问题 不算过五 可是按照佛制 出家人受食的时间 是太阳过了中线就过五了 必定要在太阳到中线之前受食 所以以这个说法来算了 那么出家人吃饭的时间 应当是在十一点之前 要吃五讲的严格 依规定的十五方式 要十一点吃饭 而且必定要在十一点半就要吃饱 因为有的时候 他说十一点四十五就太阳到中线了 那么因此之故啊 要使这个时间能够合乎饮食的时间的话 那必定要在十一点四十五分以前吃饱 才不至于过无不知道 所以这个十十啊 应当按照戒律说 就是上午天亮以后 到了中午日光中线之前 假定于现在的时间来说 以最短的时间 他十一点四十五就到中线来说吧 那必定要在十一点四十五之前 天亮以后 而戒律里面说的天亮 也有一定的这个说法的 所谓天亮啊 到外边落天去 手伸出来 手伸出来能够看到这个手纹 看到巴掌的手纹啊 天亮了 你手伸出去 能够看到这个手纹呢 才算是天亮 才可以受死 如果看不到手纹之前呢 还不算天亮 天还没有亮 还不能受死 如果这个实时严格的说 毕竟是天亮 手伸出来 在空地也能看到手纹 一直到中午 你现在的时间 十一点四十五分之前 这才是受死的时间 所以这个实时是指这个时间 那么当然 在吃饭时间总是十一点左右 那么十一点左右受饮食啊 比较是保障这个时间 不会过中 这是每一时时的说法 所以我看任章这个文字 每一时时要有个圈 因为这是说的上文供养 上面的供品 它只列供品呢 还没有说到什么时间 供佛 那么这个每一时时 这四个字 就是说明上面那些东西啊 那些供品 是在白天受饮食的时间 来供养佛 那么这是正受食的时间 佛是过中不吃 所以这个没有过中之前 就要用这些供品啊 例如书饼之类 拿来供佛 那么若在中夜以下 那是另外一回事 跟前面不是连贯的 所以应当啊 每一时时下面又有个圈 跟每一时上面的那个圈又相同 因为这个断句啊 就是连住上文才对的 若在中夜 这是到了半夜的供养 因为佛够 我不是半夜的供养 是用什么东西供养呢 取蜜半身 用苏三合 谈牵别安一小火炉 以都罗婆香 煎取香水 沐浴提炭 然令猛子 头是苏蜜一燕楼内 烧令烟尽 享佛菩萨 这是半夜的供养 中夜 到了半夜的 就是夜晚的中间的时间 那么就是现在的 半夜的十二点 指食吧 这个中夜也要上供 但是佛够五不吃 不能用那些煎饼之类供养 用怎么样供养呢 用蜜蜂蜜 蜂蜜用多少啊 半身 半身那就是一身的一半 一身的一半五合吧 用苏三合 牛奶去做成的苏三合 就是一身的十分之三 那么这个怎么供啊 不是拿来就吃的 这个供的方式很太熟 谈前 就是这个前面接着谈呢 八角谈的正门的前面 正门的前面呢 另外安一个小火炉 小小的火炉 不会太大 另外就是别了 别另外安一个小火炉啊 在这个正门之前呢 谈在正门之前 哦这个很麻烦的 那个烧火炉的炭啊 还有经过香水洗过的 哦 都罗婆 印度化 翻成中国化 一般都认为是百茅香 啊 清白的白啦 茅草的茅啊 哦 百茅香 用百茅香去煎水 去煮啦 煮出这个香水来 用这个香水怎么用啊 洗这个碳 先把这个要小火炉里面烧的 那个碳啊 事先要用香水去洗过 洗过这个碳 洗过水啊 必定要等它干啦 不能水洗水用的 食了怎么能早呢 所以这毕竟要好早之前 也许是半个月之前啊 就用香水洗碳 这个碳洗干净了 恐怕也要准备很多 有没有天天要用 三七二十一日啊 那么这个碳要经过香水洗过之后 让它干了 蚊子很简啊 这个碳经过洗了 那必定是死